今天我们来学习勾股定理的逆定理 勾股定理的逆定理也成立 求最长的边的平方 求其他两条边的平方和 若2的值与3的值相等 则这个三角形为直角三角形 那么就让我们来练习一下 先按下停止键做一道练习题吧 做完了以后 按下播放键对一对正确答案吧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对答案吧 答案是2和3 你答对了吗 最后来复习今天学习的内容 勾股定理的逆定理也成立 求出最长的边的平方 求其他两条边的平方和 若2的值与3的值相等 则这个三角形为直角三角形 今天的学习到此结束